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没有波音枪的光头麦克苏 瑟利亚 我们在游戏过程中必定会到的地方之一 无论是初期为了拿陨石杖路过 还是为了做米利森的任务 对推测者而言 最熟悉的莫过于小镇上 为三周塔点火的任务 但是你是否有个疑问 这是个什么地方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法师灵魂 是什么导致它破败了 如果你现在也还带着这样的困惑 那么就和我一起来解密一下 瑟利亚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 瑟利亚是谁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的简单 瑟利亚是永恒之城后裔 所建立的庇护所 在小镇的门口 有一个提示让我们去一趟格威的破屋 在那里格威会明确地告诉我们 瑟利亚是永恒之城的后裔 我们在镇上会看到门上的封印 甚至我们在永恒之城看到的 椅子庙封印 解开封印遇到两个boss 也是来自于永恒之城的诺克斯人 无论是他们掉落的武器 还是我们打完他们以后 看到的藏着卢瑟特法战的神庙 都可以证明 瑟利亚就是永恒之城的后裔所建立的 当然不仅仅如此 我们从远处可以清晰地看到 瑟利亚小镇有一尊宏伟的王城骑士的雕像 但和现在的王城骑士又似乎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从未在游戏中发现有直接的证据说明 永恒之城和黄金律法有什么联系 我在这里能想到的一种可能 就是永恒之城后裔在此建立瑟利亚时 王城的部队是提供过帮助的 那个时候的王城信仰还是初始黄金术 王城不仅帮他们建立了小镇 还留下了一些东西帮助他们 我们后面会提到 那为什么瑟利亚会有这么多 使用灰色魔法的法师灵魂呢 这个问题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们先出结论 这些来自于魔法学院的法师 都是为了寻求起源魔法 来瑟利亚学习黑夜魔法的人 结局都很悲催 这一切本应该从什么是起源魔法说起 但是由于这一段涉及很多的故事 如魔法学院卡利亚王室等等 视频的时间有限 我就只减相关度比较高的来说 其他的内容如果各位有兴趣 那我在专门做视频分别的细说 在格威给我们的 瑟利亚小镇秘密的文件中提到 这里隐藏着起源 这实际上代表了多重意识 其中一层意识指的就是 我们在椅子庙获得的那把 卢瑟特的灰石杖 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把属于起源魔法师的法杖 只有接触过时钟智慧 那遥远先驱智慧的人才能挥动 而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的起源魔法 惠心雅兹乐告诉我们 据说灰石的故乡位于遥远的星空 这里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关键的信息 那就是灰石是起源于星空的 同样经过老师色联指点我们找到卢瑟特以后 他的起源魔法也可以让我们得到类似的结论 我们从两位大师的衣服中可以得知 他们都曾参与过魔法学院的创立 并一手创建了属于各自的灰石魔法 但后面他们两人都被逐出了学院 逐出的原因 我们从魔法师求护服中可见一般 在灰石魔法中 有个名为起源的禁忌 将魔法师聚集成球 化为星星的种子 对起源派的人而言 这是一种探索的手段 我们在瑟利亚就能发现这种魔法师球 这也是瑟莲老师作为起源魔法的追寻者 最后的结局 当然我们在这里省略了很多信息 因为大师们被逐出学院 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比如星星与月亮之争等等 但与这期视频相关性不大 就攒起暗下不表了 所以说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理解 所有追求起源魔法的人 需要杀死其他的魔法师 来协助他完成 聚集成球这一追求 这和瑟利亚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从被瑟利亚逐出的格威这里 和亚潭高原丰饶森林的魔法塔里 都可以看见一些失传已久的黑夜魔法 这些来自永恒之城的魔法告诉我们 斯利亚的魔法师是刺客 他们最擅长的 就是刺杀手无寸铁的魔法师同行 对于追求起源的灰色魔法师 这简直是绝配 所以大量的灰色魔法师来到斯利亚 就是为了习得黑夜魔法 以完成自己的探索 甚至就在斯利亚附近 开始杀死其他的魔法师 修炼成球 以检验学习黑夜魔法的成果 不仅如此 魔法学院那些专门研究 结晶集团的结晶派所使用的 灰色魔法需要大量的结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魔法学院 也会发现结晶石的原因 而斯利亚附近 无论是山底旁 还是结晶洞窟 或者是隐藏洞窟 都有大量的结晶石 可供他们研究和探索 说这里是灰色魔法师的圣地 看来也不为过 因此我们在斯利亚附近 看到这么多来自魔法学院的战斗人偶 和那么多亡史的魔法师 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可以相信 斯利亚一定曾经经历过一段辉煌的时光 那是什么导致了她破败呢 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是 灰色流行魔法告诉我们 有很多斯利亚的魔法师 去到了魔法学院学习灰色魔法 或许是灰色魔法更有吸引力 这导致的结果非常的明显 斯利亚的黑夜魔法逐渐被人遗忘 从格威嘴里说出来 就是黑夜魔法是永恒后裔 斯利亚的失落魔法 甚至连加强黑夜魔法的丧事杖 也被随意的丢在房顶而无人拾取 另外从穗星的追忆中 我们也都知道 穗星将军拉塔恩 曾经来斯利亚学习重力魔法 但从现存的斯利亚黑夜魔法里 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和重力相关的魔法 从重力球这个灰石魔法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 拉塔恩其实是向白王学习的重力魔法 白王又是谁 他是随隐石来到交界地的古代种族 我们还可以从沼泽尖之塔捡到的 斯利亚禁忌魔法《亘古黑暗》中了解到 它可以形成黑暗 吸引魔法跟祷告 如果我们把这些都串起来 就可以讲出这么一个故事 部分永恒之城的后裔在永恒之城被无上意志派去了 埃斯提毁灭以后逃到了地面 建立了斯利亚 仍然用亘古黑暗持续的召唤属于他们的星星 最开始只是招来了小的星星 也就是小的陨石 毁灭到了闲者阵 所以格威跑到了斯利亚之后又被逐出 这些星星也带来了白王和罪星授物 拉塔恩因此可以在斯利亚学会重力魔法 当然盖利德的陨石刀告诉我们 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这些陨石带来的生命 然而接下来真的招来了巨大的星星 把斯利亚自己给砸了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 拉塔恩成为斯利亚的盾 粉碎坠落的星星 并将星星的流转给封印了 但这同时也封印了很多人的命运 我们从《观星者法袍》中可以知道 灰石法师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命运 很多人陷入了彷徨 比如作为求学于海魔教室的战场法师 本应该用手上的大棒和海魔大炮 来制止冲突追求和平 然而来自斯利亚的灰石魔法师尤格 却因无法找到自己的命运 变成了渴望战争的人 而被囚禁在了斯利亚监牢中 灰石魔法的暗淡 使得所求黑夜魔法的人也越来越少 两项叠加 我们现在在斯利亚几乎已经看不到 任何使用黑夜魔法的法师了 最后一点 还是那场大战 废安中 埃尔尼亚沼泽的灵魂有过这么一段话 所有的一切都陷入星红腐败 盖利德也好 魔法阵斯利亚也罢 一切都完了 陨石和腐败让人们对斯利亚从驱之若物变成唯恐避之不及 战争遗留下来的尊府骑士和腐败眷属也环视四周 导致斯利亚不得不建立封印保护自己 但也更加与世隔绝 一带魔法小镇就此陨落 不过斯利亚仍然感激拉台恩成为他们所做的一切 不仅完好的保存着红狮子那幅画 还给王城留下来的那一尊魔像巨人 灌注于灰石魔法 专门用来保护拉台恩大公的战绩 不被人盗取 也算是人之一尽了吧 其实说到这里 游戏中关于斯利亚的故事 我们已经基本上说完了 但是因为退色者已经成功的让新星开始流转了 甚至在座的各位帮助老婆开启了新星时代 那么斯利亚又会怎样呢 下面就是开脑洞了 或许我们可以期待永恒后裔重建天日 再也不用头顶虚假的天空了 重建一个规模更大的斯利亚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其次 没有了黄金律法的约束 新星的流转 使得灰石魔法可能将重新复兴 而这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又可以见到那个 开放包容 百花齐放的魔法学院了 黑夜魔法 不知能否也随之 重新在斯利亚和魔法学院中被找回来 最后 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 起源魔法重新被探索 但这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正如杰连对老师斯莲的评价 他沉迷于起源的论调 对无数的魔法师痛下狠手 不知道起源魔法复兴的那一刻 又会有多少魔法师遭殃呢 最后按照惯例 我还是留下一个话题 或许后面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我们从老师色联那里得知 卢斯特大师被学院放逐以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斯利亚 但随即他就被封印在了隐藏的山洞里 不仅有王师幽灵在把守 还有大铁球堵住了去路 甚至还有来自永恒之城的洛克斯人 专门看守其法杖 那么这到底是在帮助卡利亚王室呢 还是在保护起源魔法呢 我现在没有答案 希望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视频中继续讨论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并没有做过多的延展解读 不知道我对于斯利亚的故事解读 您是否满意 或者您对魔法症的故事有其他的理解 也非常感谢您能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麻烦点赞评论和关注 我是没有波音枪的光头麦克苏 关注我不迷路 为你带来更多的游戏攻略与资讯分享 谢谢 守谈档做视频不易 感谢一键三连支持